所以说如果说你是农业种植类和医学临床类 这两类专业是只种地域 不看学校也不看专业 知道吧 那剩下的专业怎么办 剩下的专业大家注意 理工科看专业排名 文科类看学校排名 理工科看专业排名 文科类看学校排名 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呢 理工类有两个特性 哪两个特性 一这个专业的专业就业对口率比较高 什么叫专业就业对口率啊 你学这个专业将来是不是干这个的 换句话说 你将来要干这个行当 是不是必须得学这个专业 你会发现理工类这种特点是不是很强啊 对吧 你说老张老张老师 我将来想盖房子 你学机械能盖房子吗 你盖个屁啊你是吧 所以说的话 你会发现这种专业的专业就业对口性极高 那么这个专业有可能会跟你一辈子 不过瘾 想了解更多完整课程内容 跟我来 直接点击视频左上方我的账号头像 或者打开头条搜索张雪峰老师 进入账号主页 向左滑动页卡 点击专栏 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课程目录了 咱们想了解哪些主题 就挑选哪些课程 怎么样 是不是很贴心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呢 欢迎在评论区聊哦 我们下一次课程所说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